1999年发生的921大地震 20年了 当年的孩童 如今也已长成为青年 南投国际青年商会会长吴振荣表示 国际青商会的会员们 对此印象都非常深刻 这次特地配合全国年会在南投举办 期望带进更多人来南投观光旅游 看见蜕变之后的南投 时间过得很快 20年来 我们南投人仍然努力着 在这个地方生活 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更好 20年来我们努力的瑞变 希望这个地方可以重新站起来 那很感谢我们这个青商总会 这次把这个联会 办在我们南投连续三天的活动 带领我们全台湾的青商朋友 来到我们的南投市 来这边来观光 来怀念我们这些92120年来 我们南投的改变 希望借由不一样的这个方式 可以让南投浴火重生 由南投青商会举办的 921地震回顾展系列活动 开幕典礼上 与会来宾首先末安一分钟 现议员陈翰丽及张家哲也都到场参加 这场92120周年系列活动 从9月20日到22日 共进行三天 那在20年前我还是高中生 然后历经20年我们已经在南投服务 那这一次我们也把全国的青商的会员代表大会带回南投来 我们会带5000多人来南投做观光旅游的部分 那在这部分我们也希望做一些地方回馈 在9月21的时候在我们中心会堂前会有一个演唱会 我们邀请谢和弦 陈芳雨 还有张云金跟林道远来为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晚会 然后我们也会做一个属于南投市 南投县的光雕展在中心会堂 然后隔天我们跟我们韩国安东姐妹会有配合一个彩绘风筝的比赛 这次的系列活动 包括21至晚上 在中心会堂前广场 举办纪念光雕秀 及纪念演唱会 22日上午 举办彩绘风筝比赛 希望借由系列活动 让各界看到重生之后的南投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